電台遊戲一向沒有獎 十多年前有一個電台節目的友誼萬歲 蘇斯旺突然是自己掛錢送了很多獎品 搞了一個好像電台一丁的才藝節目 我去玩 很害怕的 鎖住了門 沒有讓人知道我在電台玩 贏了一年 又贏了一年 那些獎品當然現在已經過了雲煙 但我贏了一個很重要的工作機會 就是進來商台 認識了很多人 學了很多東西 亦都得到一班能夠成為朋友的好同事 如果你們古靈精怪 有三分鐘熱度 甚至有打爛三盤問到讀的質素 我想電台會是一個適合你發揮的地方 快點來參加新廣播之王